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龙老师 那个我们知道龙老师您不仅是这次大热的觉醒年代的编剧 其实您编剧的还有两部非常深受各个年龄段大家欢迎的这样一个主权力电视剧 就是一个是我的法兰西岁月 还有一个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轻朋友们应该都看过这样部剧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第一个问题就非常好奇 就是您是怎么样做到作为一个如此专业的学者 能够把电视剧 特别是讲党史的电视剧写得如此生动的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秘诀吗 这个我是这个学历史的 然后呢也是研究党史的 搞这个呢都是党史题材的作品 他工作 在这个以前 这个觉醒年代之前都是工作 那么最早是搞这个文献纪录片 你们看凡是涉及到邓小平的这个文献纪录片 你去看看都有我的名 然后呢就开始搞电影 你看电影故事片邓小平 我是编剧 拍头第一个的编剧 是丁一南导演的 那也是很轰动的 然后就搞这个电视剧 那第一个呢是参加 我们杨总搞的这个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那是人家编剧 我是作为这个单位的这个 负责人参与的 参与了 然后呢这个要这个这个 因为你干这个嘛 他那个很复杂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从编剧到什么 我都一直参与 那么到后来呢 就参与的越来越多了 他那是工作 这个 到了这个邓小平 历史转生中邓小平 那就主导了 编剧 这个呢是我自己 想干的事 大概就是什么过程 也说为什么能够写这样的故事 那就是工作 因为你干这个事 我说点这个自信一点的话 你像这样的活 我又不干 我没人敢 对吧 我们感觉就是有很多的细节 还特别的真实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三部剧 您认为有没有什么 一种元素是一以贯之的 就是您在研究方面的一些思想 或者说一些元素是贯穿 这三部不同时期 就是反映这个 我党伟人的这样一个题材的东西呢 就是体现的 这个总是说 无事运动一来 三大礼成本 中国共产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改革开放 这我都写过 你像那个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跟这个是有衔接关系的 人物上都有衔接关系的 这个 他是讲 这个建党前到建党 这么一段的那个 我们法兰西岁月 它是一个专业的角度 他是从留法精工解学的这个角度 讲一批青年人 怎么成为 这个共产主义者的 演员没有继续精彩的 没有没有没有 他太小 他要早一点 就让他去演陈延连了 这个 邓小 历史长叫邓小平的 因为我是 当了多少年了 邓组组长 所以这活也不是我要干 人是指派的 别人很多之前干 这种制片人 这个张总 对吧 这个 之前很多人写 这个东西 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说我要不干 别人恐怕不会干呢 因为这太难了 你拿不下篮 搞来搞去 各种各样的 不是人家写的不好 也不是什么东西 反正你过不了 那最后说你就干这行 你来吧 那我来嘛 我不是我个人 我是一个 我们是组织行为 这事能干成 这积累的经验的到这 就 就自己想 想干这么一件事 原因我刚才都说了 创造了这样的经典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是想问两位小哥哥 今天刚才有观众们 就是在自己 我们征集的问题上 有问说 两位有没有去龙华 就其实今天 他们的行程 在来我们之前 就刚刚去了 龙华烈士陵园 然后也是去寄扫了 两位你们扮演的 这个烈士的这个木 那么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可以简单的和大家讲一讲 我是第一次来 这个龙华烈士陵园 就是外部这个环境 建得很美 就没想到一个陵园 有这么大的草坪 就是这个氛围 没有烘托的我多难受 但是等到我 我们俩真的是 站在了这八百多位 烈士的杯前 真的看到了 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真的 我首先我的寒毛 我竖起来了 其次的就是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很难受 因为我演了这部戏 我了解了当时的历史 我知道他们 为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当年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多么的不易 所以我有这样的感触 感受就两个字 难过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龙华 但是我之前对那儿有了解 然后一直也想去 但是一直没有去城 所以这次终于去上了 然后其实今年清明的时候 我也拜托我们同剧组演赵世言的林俊逸老师 然后我拜托他帮我给陈强年上了一束花 然后他当时跟我分享了他去看这些烈士们的感受 他说他自己非常难过 我其实当时没有理解到他的感受 当我今天站到那儿以后 我心里特别失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难受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陈强年那张清晰的照片 因为之前他那张照片在网上非常模糊 但是今天在那儿那个墓碑上面的照片 是修复过得非常清晰 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我把花放到他那个墓碑前那一下 我非常难过 但我又觉得很敬佩他们 我觉得这些烈士在那里 然后被我们后人所铭记 他们太伟大 所以我今天在那儿还挺激动的 但我今天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腿是之前上周摔了一下 然后我一直没注意 然后里面感染了 然后就还挺疼的 所以今天也没有说把龙华全部都看一遍 然后我希望等下次再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要来去再看一看 是的 小伙子04年出生 今年还是高岸的学生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年轻 就是启悦是04年 然后晚亿是94年 暴露年龄了 哥两吼子呢 还好的不太爽 两位04年的青年演员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艺 其实我在准备这次活动的时候 我看到一张照片也是让我非常感触 就是他们今天来龙华之前 是有人到龙华去拍了两位烈士的那个墓碑 是被在这个电视剧热播之后 每天都有好多的鲜花堆在那个墓碑前 不光是这样 就还有很多照片 就是很多 就是由于你们的演艺而入坑 或者说去了解两位烈士的这些人 他们送了很多什么样的照片呢 有我们的航母 有我们今天中国一些建设的成就 有我们今天大家的这种笑脸 就其实感觉到就是通过你们的这样一个媒介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样一些 为了中国的解放 然后献出自己青春的这样一个烈士 真的是在此我们要感谢你们两个的精彩演艺 在这里再追加这个晚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发现你虽然是一个04年的年轻演员 但是我们发现你在往期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 你挑戏好像就是很多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像比如说小哥很帅去演很多偶像剧 相反你也演了很多主旋律的电视剧 那么你在这个选戏 或者说你对你自己以后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 想要演什么样的戏 有没有这次的规划呢 我正统学院派嘛 就是对戏的认知就是 我的审美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戏是作品 我觉得未来我给我孩子说 你爹当年演过什么戏的时候 我要说那些戏他记不住的 我觉得觉醒年代这样一部戏 是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 我可以跟我的孩子说我当年演过陈炎年 我告诉他陈炎年是谁 我可以说我当年演过刘少奇 刘少奇是谁 高波是谁 这是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的 我也很庆幸我能在我这个年纪 有这样的机会能饰演各个伟人 所以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规划 也是好好的继续当一个演员 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记住的是我的作品 而不是我这个人 大概就这样 好的 掌声送给他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问龙老师的 就是也是很多 我总结了一下很多人 去留了非常相似的问题 就是说您在这部戏当中 很大的篇幅讲到了新文化运动 那么可能以前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印象是 推翻旧文化 然后打倒孔架电 但是呢 在我们看到剧中 又出现了很多 比如说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肯定 包括有一场戏是 陈李送别毛泽东 然后陈独秀和 包括陈独秀和陈延年的谈话 都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肯定和赞赏 那您认为这是不是 百年之后我们重新回望新文化运动 对于历史政治的一种某种校正呢 应该差不多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文化这东西太复杂了 对吧 不同的时期又不同的这个认识 因为正好写这个戏的时候呢 赶上我们要弘扬优秀传动文化 这显然跟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统一起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 这个现在研究资料不断地在丰富 确实在发现 就当时的这一批新文化的 这个倡导者 他们确实也有 许多肯定传统文化的论述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片子里边 展现了一个 就是说陈彦连要去 曾多修要去撒穿蛋之前 把陈彦连走了 说我要跟你说个事 我这两天写了一封信 这个就是谈这个问题的 那么他其中呢 他谈的核心就是 我们怎么看待新文化 新文化是要干什么的 新文化与旧文化什么区别 这个信啊是真有 还在第二历史党案馆里边 这个 我没有看到元件 当然我是看到过 这个别人介绍的这个东西 这我如获之宝 没这个东西 我正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沟通 是吧 这是事实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强调说 比如说李大钊啊 他也是肯定这个新文化的 肯定这个传统文化的 应该说总体上 我们一个区分就是 政治中恐 学术中恐 两回事 所以说这个 他们在这个 那个叫昌里 是吧 五丰山下 韩裕的那个池塘 李大钊在韩裕池塘里写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官下 对吧 这说明他 他还是尊重 乳学的 对吧 反对的 还是袁仁凯的 那种政治中恐 这件事情啊 挺复杂的 这个 说实话 真不是电视剧 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能 大而花之的 把这样的一个 出线条的 这个 就展现一个 历史和现实 能够沟通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里面有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说这个摩托东 第二次到北京 然后他 去上海 沿途 他登了泰山 去了屈府 去拜了孔庙 他回来见了程杜秀说 程杜秀说 哎呀你到那去了 你早知道 你帮我烧烛箱啊 是吧 你得告诉他 老夫子 不是我程度 又要烦你 是吧 是袁世凯 他把你 不要搞这个 是吧 这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这都我编的 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哎呀你不要介意 他就是一个副相 怎么挂后人的事 张教授 我说的时候 是在你吧 就是这么回事 历史上真恐反恐 你要数起来上百次了 对吧 一句话 叫乱是反恐 圣是真恐 这好像是个规律 所以你看程杜秀说的很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这个事情辩证的看 对吧 不说了 我想可能 就是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可能光靠一部电视剧 很难把这个说清 但是这是一个 我们很多年轻人 去认识这个问题的一个起点 在这个起点上 我们自己再去做思考 再去做研究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这部剧 除了我党的一些人物 还有一个人物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就是胡适 很多人就是看这个剧 就发现 和我们在公众号上 看到的胡适 和在很多一些文章里 看到的胡适 也不一样 也帮助大家重新去 去扒一扒这个人 那么这个里面的胡适 也是一个 怎么说 有很多面的人物 您是怎么看待 这样一个人物的 学胡适 说实话 是我的一个心思 对吧 其实毛主席也说过这个话 说这样到了21世纪的时候 可以说说胡适的事 这个说了什么事呢 就说他的功劳 你不能说胡适没有功劳 对吧 新文化 白话文 毕竟是他倡导的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对吧 所以说这次我们采取了一个 我觉得很讲究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胡适出场多限量啊 这事实嘛 是吧 陈独秀多几动啊 知音啊 高山流水啊 波牙子鸡啊 这话 也就陈独秀能说得出来 是吧 他确实是什么对待的 知道胡适要来了 你知道他干嘛去了 他跑去了 跑到这个 这个 上海去 接他去了 蔡元培说你太夸张了吧 他用得着你接 没毛头孩子 他真去了 所以说对这个 你看那场戏 我写的时候就挺感动 我经常推 在我这个微信里面推给 私下 私信推给一些好朋友 让他们看这个 就是 陈独秀见到胡适 两个人 三只兔子吃火锅的 那场戏 我觉得那话 我变得挺帮的 特有风话 很多人 这个没关系 但是你有一个 政治倾向 就我整个的一个思路 是说 三驾马车 陈独秀 李大赵 胡适 这三个人 由风到河 由河到风 是说 李大赵跟陈独秀 两个人见面就掐 由风到河 自动到河 陈独秀 李大赵和胡适 一见面就拥抱 陈独秀是见谁抱谁 对吧 然后到了 风到扬镳 把它作为一个反乘 所以说胡适 先扬后翼 说我挺自信的 别人都说 你能这么写吗 我说没问题 为什么没问题 第一 符合客观事实 第二 我没有去 去宣扬它 宣扬它的那套 什么 全盘戏化的 这个理论 我是批着这个东西的 是不是 你看那个 陈独秀批他批得多厉害 这句话 我咬着牙加上的 中国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 郭新刚太少 胡适之太多 郭新刚太少 胡适之太多 对吧 是不是 对 这批判的还不够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没事 你说 你要说我个人对的胡适是什么样 我说什么 我多少有点研究 下次有机会私下给我们说一说 总结一下 就是龙老师写胡适 三个词 第一个是真实 第二个很艺术 第三个懂的人都懂了 说到这个人物刻画 大家出了很多剪辑 其中有一个高频次的剪辑 就是伟人出场 就毛主席出场的那个 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老师您在处理这段戏的时候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这个其实真是经典 这个你不能光说我 这得说导演 这导演非常好 就是在这些做艺术处理上 他下了功夫 而且有很多创新 你比如说毛泽东这个出场 这是重动之重的事 对吧 我最初剧本的出场 是在这个岳鲁山 在那个维俗有才的叫什么 在什么院 书院 岳鲁书院 他在另一个地方 发现了新青年 这个杨长记带着蔡和生这些人 去在爬山 秋天断练身体了 他在那发现 请期所有把他买下来了 下雨了 然后就光着鸡浪 用这个衬衫包着 是爬山 崩山 一路跑到爱婉庭 漂泊大雨 这一步一步 踏着这个走向 走向希望 还想走向 向高处走 这个东西呢 他拍不成 因为你这个这个现在越路上海婉庭啊 这个这个越路书院啊 都是景点 他跟过去面目全非了 你去搭你怎么搭你没法搭 是吧 找了很多地方 拍不到 所以说第一遍拍的就不是很理想 那么后来普拍的时候 我们就强调 这个这个一定要 这个毛泽东出场太重要了 哎 那导演很厉害 他玩了一个 搭了一条 一百七十米的长街 来了一个清明上河图 把这个民国初联的 那个整个一个社会景象 成了一个龙缩在里面 他们觉得 我也不跟着拍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 后来一看 太柳了 兄弟 对吧 是吧 这就你让你 这小伙子 他不创造共产党 他不是带领路人 他都说不过去 他一揽千年啊 是不是 这一条长街 把那些各社人等社会的各种现象 全在了眼底 伴随他的脚步 登登登的走过 巨王以 属风流人物 寒侃经兆 在他的 这个意境 太棒了 所以这得 这导演的功劳 所以说这部剧的成功 就是编剧导演和各位演员 大家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经典 那老师就是很 刚才有很多 现场的观众也问了 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这部剧的续集 但是这部剧正经 您有没有想过要创作一个续集 沿着这条思想脉络来继续来给大家讲一讲21年之后的这个思想史呢 就是大家也非常的感兴趣 实话实说 我没想到这个戏呢 现在这么火 然后 这个青年人这么喜欢 他真的不是光是青年人 真是老中青 他都喜欢 走多了 我看都在意冷这个事 我感到这个文艺的力量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续集不续集咱们再说 但是呢 我确确实实希望 像这样能够青年人欢迎的红色题材能够多多的出现 是 这点我的感触也特别深啊 我身边发生的事就是那些八九十岁的这些老干部 他们打电话给他们的儿孙辈 说你们一定要看啊 然后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他们说啊 我要带着 我正在带着我家儿子女儿看 说我以后 对吧 然后说我以后要留下来 存下来给我的儿子看 那么还有00后甚至10后的这些青年人 小朋友也在说啊 我正在看 大家来报一下自己的年龄啊 我一一级的 我零级的 然后大家都在报 我大一的 我高三的都在报 真的是一个从上到下 全社会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好剧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非常非常想把话筒交给张维伟老师 然后请两位老师能够最后给我们来一个对话 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先谈点感想 这个因为龙老师他一直负责邓小平文献的编辑 所以我刚才在他演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一段邓小平的这个印象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八十年代我给他做翻译 坦率来说就是受西方的影响 觉得中国样样都不行 要全盘西化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小平板着急的 特别是见外兵前 这个几个领导外长副外长 学生 娃娃不懂事啊 教育有失误 但现在我们最高兴的就是 如果用小平的话语来套的话 就是娃娃懂事 这是这个过去十来年最大的变化 中国人的心态变了 真的怎样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那么我甚至有一个比较超前的预判 因为它和我们这个对年轻人的判断有关系 对我们这个时代 对国家的判断有关系 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有可能 在世界范围内 迎立一场文化的复兴 或者叫文艺复兴 因为这个 大家鼓掌 有几个原因 因为这一代年轻人就是 你看我们这个工资的崩溃和整个的时代变化有关系 在PC的时代 基本上是工资主导舆论的 到手机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下子就是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信息源 然后可以随时获得世界各地的信息 然后年轻人在国际比较中建立了真正的制度执行 道路执行 文化执行 这是不一样的 而且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你跟国外的同龄的年轻相比 更加 我们叫三观正 而且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 而且技术也比他们强 那么在家中国又是迅速的崛起 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个从现在我们看到的 具体名作就不说了 包括这个科幻作品 这个漫画作品 游戏作品 等等等等等等 真的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这么多年轻人 可以朝这个方向再努力努力 就是顶天立地的 就是不光是改变中国 是改变世界 这个某种程度是一个中国大国崛起的幸运 就是平台非常之高 你发出声音全世界都关注 而你的作品就更容易被人家看到和认识 那么这个是对年轻的猴王 我觉得真的是有这个可能的 就是娃娃已经真的懂事 比他们的60后70后的学长更懂事 但是也要表演表演我们年纪大的 就从这个龙老师这个作品的成功 方方面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作为编剧这个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我就在想实际上这个 因为我是跟美国一些作家 当时也比较熟悉 你包括就是苏尔茨玻璃 写长征文所未闻的故事 八年就成为一个经典 傅高义写着邓小平时代等等 我就在想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学者 中国的这个资深的媒体人 可以写出同样好的作品 甚至更好的作品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条条框框给自己设置的太多了 设置的太多了 这也是对我们中央一些文献机构 像我们更解放思想 像您这个作品实际上突破了很多框框 因为我们今天在不同的高度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度 在中国崛起这个高度的时候 你再回望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对各种人的评价 那心态就不一样了 你是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态 更加成熟的心态 然后能够解释得更加 这个我觉得具有说服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龙老师为代表 我们这个真的 我们自己的史学家 学者 完全可以写出 就是比国外西方学者 写得好得多的作品 我看的富乖的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但确实我想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写得比他更好 由于这种原因 但这个确实需要 一方面我们史学家 学者 媒体人自己要努力 做出一流的作品 另外就是有关部门 要思想解放 比现在解放三倍五倍 根本没有问题 我跟你说 我们可以写得很好 最后就是还有一点感想 就是因为我这个走的国家多 就是看这个的感触 就是我们建党百年 甚至从这个预备时间开始 一百多年 这个真的一个国家 找到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 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你仔细如果你去过印度 你去过俄罗斯 你去过甚至乌克兰 甚至不要说美国西方国家 他们很多精英都认为 他们找到成功的道路 但今天中国实际上 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 看他们 觉得你们没有找到 甚至美国西方那样国家 又主入死胡同 所以这个意味着就是 中国整个的 包括您的编剧所阐述的内容 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包括观测者网的工作 我们中国研究院的工作 真的是可以引领世界的 为这个观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问题可以 跟两个小朋友交流交流也可以 好 既然龙老师说了 我们现在就再抽一名观众 然后现场给两位青年演员提问 然后只有一次机会 要开始举手最快 好 这位小姐姐 我看到你了 虽然主持人说 我向两位青年演员提问 但是我也是因为这部剧 然后入坑了张婉毅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剧里面说 那个陈独秀 他给他十年时间去办一个杂志 他可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 但其实那个年代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中国人 大多数的中国人 其实是文化水平 包括接受教育的一个比例 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我想知道 那句话是原话还是您写出来的 然后后面我发现您又说到了白话文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就是通过白话文来启发了明智 用通俗的语言去让更多的老百姓 去了解他们所要传播的一种思想 然后包括您就是写了这么多句嘛 所以我想说 你有没有计划出本书 我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简单 简单 两句话 第一 语言话 第二 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后来他自己也否定了 是吧 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可能 实际上 你不谈政治 你怎么改造中国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他自己否定 最后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我问他们 因为我是成长在那个宝山路的嘛 就大家也知道宝山路是四一二十变的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场嘛 当时的宝山路血流成河 所以其实很多的烈士 也是在那场时间当中牺牲的 所以包括我学历史和学旅游嘛 其实都对这些烈士的生平比较的陌生 包括您刚刚也说过了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的期待 就是有相关的著作能让更多的青年人去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 对 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那我再问一下两位吧 那个我先问一下弟弟吧 因为我 不要问他 你们用你们年轻人的语言 哎呦 妈 我这么平时我有点害怕 因为弟弟零四年嘛 我好像主持人 我是94年的 就是我记得您拍这部戏的时候 应该也不会太大 然后像我 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对中国的近代史 我没有那么的喜欢 说实话 我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古代史 唐朝的繁荣 以及明朝 就 就然后从清朝的闭关锁国 开始一直到近代史 对我来说是比较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屈辱的一段历史 所以就是像您这样子的年纪拍摄的时候 您是一种什么心态去演绎这个烈士的 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历史的 我其实想当演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宋代史 我看了一些作品以后 我觉得这好像能满足我对于历史的一些幻想 但我后来又很喜欢 明末清除原重画那些东西 对 所以说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能接触到一个 这么棒的剧组 那么棒的演员 那么棒的导演 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当我去做了解的时候 我又发现 陈延年 陈乔年 以及后面的很多烈士 他们都太伟大 他们的那种爱国情怀 以及他们的青春朝起 我觉得是我值得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 谢谢 谢谢弟弟 弟弟真的好诚恳啊 我刚刚在下面坐着的时候 我就想说弟弟讲龙华的那一道我都快哭了 真的是 我今天有一点状态不太好 因为我那个烧了几天 所以就很抱歉 很抱歉 相对于张婉宜来说 就是我觉得他这段时间回答的很多问题 已经足够的重复且够多了 我就问一个比较那个轻松一点的 就是你也发微博了 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考北大呢 我也很想 这文化课分数线我肯定不够啊 您之前不是考上了同级的表演系吗 同级表演系 那个 那个 我当年没来 我今年不来了嘛 这个话就是 我们很多人就是把北大当成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 作为群主的您 能做一个表率 然后我们follow您的脚步 我作为一个表率 就是多多地激励我的群友们 就是你们要好好地考北大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 我好好地当一名演员 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的更好的作品 谢谢 我觉得我准备的问题都问完了 我在这里坐立不安 小姐姐主持功底非常好 下次活动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观众问得非常好 然后两个演员答得也非常好 那么在大家一片欢声笑语之中呢 今天我们的节 这个活动也要接近尾声了 特别是我们发现啊 就是陈爷年陈乔年 他们一个是90后 一个是00后 然后今天我们在座的 大多数来的同学 也是大多数是90后和00后 时隔100年啊 两代90后和00后 在这里相互回望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瞬间 就总结起来就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貌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就像刚才张伟伟老师说的 我相信在座的我们 以我们为代表的一批人 将来也会创造 中国新的文化的复兴 大家有没有信心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